为了确保抑制圆净水器的效能 你将需要定期更换净水器滤芯侠 要知道何时需要更换滤芯很简单 抑制圆配有医化监测系统与人性化显示面板 一旦需要更换滤芯 系统就会发出连续BB声 面板上杯状符号会转为红色 显示滤芯侠寿命的条状图会退进 且滤芯侠图标开始闪烁 代表你的滤芯侠已过滤了5000公升的水 我离你上次更换滤芯侠迄今已有一年 更换滤芯侠既轻松又快速 只需用一条毛巾和一支笔便可自己更换 首先拔下净水器插头 接着关闭水龙头 将净水器置于毛巾上 将分流器转至净水模式 排出残水 若使用为额紧水龙头 关闭水槽下方接至净水器的冷水龙头 开启额紧水龙头排出残水 并保持水龙头开启 向上拔起顶盖 然后卸下电子模组 为确保重组进水器时适配无物 利用笔在接点处划线 利用水管拔除器拆下水管 将水管拔除器上的标志朝外 平贴顶着滤芯盖 将水管拔除器均匀顶住连接环 用另一只手将水管拔除 取下水管后 接着逆时针 悬开滤芯固定环 提起滤芯盖拔手 垂直往上拉去 将滤芯匣拿到水槽上方 从滤芯盖上悬下滤芯匣 更换滤芯匣之前 滤进底座内雨水 并清洁底座的内部脏污 再检查滤芯盖后 你便可以安装新的滤芯匣了 将滤芯匣顶住滤芯盖 转动滤芯匣到不能转动 装上新的滤芯匣后 将滤芯匣重新插入底座 将滤芯盖的凹槽对准底座凸起 将把手向下放平 将滤芯盖往下压 直到接触底座 顺时针转动滤芯固定环 直到转不动为止 检查确定没有螺纹外漏 由于滤芯固定环不是水风装置 转到底之后便不应再转 以免损坏净水器 将水管按照你之前做的记号重新插回 水管完全插入之前 你会感觉到一点阻力 转开冷水龙头 将分流器转至进水模式 让水流过系统约5分钟 以便冲出系统仍残存的空气或碳末 检查任何漏水迹象 将分流器转至自来水模式 然后关闭厨房的水龙头 若使用为额金水龙头 在额金水龙头开启状态下 重新开启水槽下方的冷水供应管 将电子模组装回进水器顶端 并收存水管拔除器 被将来使用 确定电线已妥善插入系统背面的凹槽 水管也适当插入嘈缝 将顶盖盖回主机 卡入正确位置 将电压转换器插入墙壁插座 等候监控系统发出一声B声 开启冷水龙头 并将分流器转至进水模式 让水流进整个系统 检查确定显示面板上 呈现蓝色背图和卷动水滴 一旦系统辨识出已安装新旅行侠 监控面板将会自动重设 现在可将进水器移至原先位置 系统重新备拖 准备为你和家人 提供洁净且口感特佳的饮用水 满足你对安利益支援净水器的期待